新跟大家整理了100多个可以白嫖各种学习自愿的网站 总共包括了如下这十几个类别 由于网站数量太多 所以视频中我只会对每一个网站进行简单的概括 另外现在展示的这份思维导图也会免费提供给大家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视频的简介或评论区 视频开始之前 可见大家能够在收藏的同时点一个免费的赞或发两条弹幕 因为收集这些内容真的太不容易了 点赞越多 下期白嫖视频更新越快 第一类综合视频学习网站 第一个B站 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B站绝对是我心目中排名第一的学习网站 想学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视频教程 而且还完全免费没有广告 啥也不说了 赶紧把YYDS打在公屏上 第二个大学资源网 这是一个汇集了各个学科的视频教程网站 既有大学课程也有中小学课程 既有兴趣类课程也有职业考试类课程 完全免费但含有少量的广告 与此类似的免费网站 还有第一教程网和西东视频网 第六个易学管 这是一个专注分享国外知识类短视频的网站 内容涵盖面非常广 所有的视频都加上了中英文双语字幕 非常适合用来练习英文听力 与此类似的还有Crash Call松文字幕组 这里面所有的视频都链接到了B站 看起来更舒服 第二类创意设计学习网站 第一个包小盒 这是一个可以在线设计包装盒的网页工具 有了它即使是设计小白 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制作出你自己设计的包装盒 模型库中有上千款免费的空白核心模板 比如常见的飞机盒 手提箱 洗糖盒等等 选择好一个模型之后 即可在编辑界面 从零开始设计属于你自己的包装盒 右上角还可以实时查看3D版的效果预览图 如果你不会设计 那么你可以在模板中心的上万款模板里面 选择一个现成的包装盒模板 选择好之后 只需要简单的修改一下产品图 或者是logo 就能够快速做出一个好看的包装盒了 剪辑右上角的渲载功能 还可以快速做出产品的超清演示视频 或者是棚拍照片 最后你可以将设计图纸以多种格式导出到本地 也可以直接在网站提交印刷订单 第二个战库 这是一个汇集了大量优秀设计作品的网站 里面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可以免费浏览的 你可以在这里寻找创作灵感 但是要注意版权问题哈 与此类似的还有专注UI界面设计的优胜网 以及专注分享灵感图片的花瓣网 和专注摄影方向的风鸟网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两个设计类的导航网站 一个是设计导航网 另一个是设计师王者导航 这里面都有很多设计师们常用的工具和网站 第三类论文搜索与下载网站 第一个广西壮竹自治区图书馆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正儿八顶白票之网的网站 首先注册登录一个账号 然后点击网站底部的清华同方数据总库 点击本地清华入口 之后你又可以在这里搜索下载直网所有的论文了 第二个全国图书馆参考联盟 这个网站也可以搜索大量期刊论文 但是下载需要提交个人邮箱获取 亲测半小时左右就能够收到邮件 第三个OALab 这个网站目前存储了560多万篇学术文章 全部都可以免费搜索下载 点击详细页的Full Text 即可在线阅读和下载PDF文件 第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这个是由社科院牵头成立的社科类学术资源查询平台 内含了大量的中英文期刊 全部都可以免费搜索下载 另外再跟大家分享三个学术导航网站 第一个是晨熙数字图书馆 这里面收集了最新可用的谷歌学术和SR Hub镜像访问入口 第二个科塔学术导航 这里面汇集了大量做科研会用到的网站和工具 内容非常多 所以我就不做详细介绍了 第四类公开课学习网站 如果你是大学生 可以免费使用的国内公开课网站有 网易公开课 学方在线 中国大学木课 爱课堂 以及大学生自学网等等 如果你用意好的话 可以看一些国外木课网站 比如Cultural EDX等等 如果你是中小学生 可以看一下国家中小学云课堂 以及一师一欧课 这两个网站都是国家组织创建的 中小学教学资源分享平台 你可以在上面找到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 这个阶段内所有学科的课程 第五类演讲视频 学习网站 国外做的最好的演讲平台是TED 但是官网上的视频都是英文 想看带有中文字幕的TED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网易公开课这个网站 这里面有一个频道 专注分享汉化版的TED演讲 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演讲平台是一席 官网可以直接免费观看 CCTV推出的开奖了节目做的也很好 每一期都会请一位名人演讲 大家可以在CCTV官网的开奖了栏目主页 查看所有往期的视频 另外 格志论道 听道 CC论坛 这三个网站也有分享一些演讲视频 但是不咋更新 第六类纪录片学习网站 如果你喜欢看纪录片 可以关注一下央视网的即时频道 以及中国纪录片网 这两个网站都是完全免费的纪录片网站 另外像B站 腾心视频 爱奇艺等视频网站 也都有纪录片频道 虽然有的需要会员才能够观看 但是免费的资源也真不少 而且有的还是网站自制的纪录片 更新很快 而且很精致 如果你不知道看什么 又或者是想知道某部纪录片的质量怎么样 可以在豆瓣网色域搜它的评价 豆瓣网的评分和评论还是比较靠谱的 第七类软件教程学习网站 我把软件教程类网站又分成了这三个小类 如果你想学习PS、PR、AE等图片或视频创作类软件 那么可以看一下DU-DU-U教程网以及耗资网 这三个网站都汇集了大量免费的操作视频教程 质量很高 甚至无需注册登录就能够观看 如果你想学习Office家的办公软件 可以看一下World联盟ExcelHome以及一个PPT资源导航网站HiPPTR 想学习国产办公软件的话 那就看WPS官方推出的WPS学院 最后再跟大家推荐几个综合类的软件视频教程网站 比如完全免费的OEasy以及部分免费的我要自学网 我爱自学网以及软件自学网 第八类外语学习网站 外语学习网站主要分为两个大类 一个是英语学习 另一个是其他一些小语种的学习 我把英语学习类的网站又分成了三个小类 如果你想练习听力可以关注一下听力课堂 美人英语听力 这三个网站里面的音频种类很丰富 而且都可以免费听 如果你想练习阅读可以关注一下ChinaDaily 这个网站是由中国日报推出的 里面全部都是跟中国有关的英文咨询报道 另外MaxinLive这个网站可以免费下载大量国外的英文杂志 如果你想学习英语语法可以看一下英语语法网 这里面汇集了超全的英语语法知识点 先来分享几个学习其他小语种的网站 50Language里面汇集了世界上50种语言的一些短语和句子的发音 比较适合练习口语 圣通小语种是一个论坛 里面有着大量的欧洲和亚洲区域的小语种学习资源 偷得了宝藏网站 中国高校外语目课平台是由外言社主办的语言类公开课平台 里面有超多的免费视频教程 可以学习日语法系等多种外国语言 第九类试卷课本下载网站 第一个电子课本网 这个网站可以免费下载到中小学各个阶段各个科目的电子版教材 另外你还可以按照所在地区查找不同版本的课本 资源相当全 第二个第一试卷网 这个网站可以下载到中小学各个科目各个年级以及不同省份的海量试卷 与此类似的网站还有高中试卷网 小科试卷网以及新课标第一网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免费的在线刷题网站 考试库 试卷涵盖面特别广 总共有12个大类 但职业类考试题目特别多 第一个MuscleViki 这是一个可以学习健身知识的网站 首先选择一个你想锻炼的身体部位 选好之后它会为你提供一个标准的锻炼演示以及详细的操作步骤 第二个医学威视 这是由中华医学会主办的医学视频科普类网站 里面汇集了各个科室下各种疾病的科普视频 全部都是由国内有名的医学专家参与录制的 所以全文性很高 另外像百科名医、定乡医生、39健康网、墨沙东诊量手册、人卫目课等网站中 也有着大量有用的医学知识供你学习 基本都是免费的 第一类人文历史学习网站 如果你想学习全世界的历史和文化 那必须要知道全历史和世界数字图书馆 这两个网站都会以时间轴的形式 向你展示人类文明从开始到现在的要貌 如果你想阅读古书籍 那必须要知道书格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在线古籍图书馆 内含了大量古书籍的电子版 全部都可以自由下载 另外国图公开课是由国家图书馆官方推出的公开课平台 里面会经常更新一些学者的讲座视频 第12类科普掌知识网站 最后再跟大家分享几个科普知识类的网站 WikiHow像是一个百科指南书 里面提供了海量问题的详细解决办法 小技百科是一个汇集了各种网络流行语的网站 果壳和科普中国都是专业的科学知识科普类网站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